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喜乐 天父爸爸你爱我 我要天天再美你 大声欢呼感谢你 天天来爱你 耶稣是我好朋友 我要天天再美你 困难来了不害怕 天天来爱你 乐乐乐乐乐乐 乐乐乐乐乐 咱妹的孩子 最喜乐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天父爸爸你爱我 我要天天赞美你 大声欢呼感谢你 天天来爱你 耶稣是我好朋友 我要天天赞美你 困难来了不害怕 天天来爱你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我们来地图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 你已经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现在我们要听你的话 求主给我们准备的心 来好好听你的话语 也给我们能够了解你所赐的话语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向利白家而学习 我们看一下经文 在西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六节 老师会给你们读 你们不可忘记行善和分享 因为这样的祭物是蒙神的喜悦 每天起床 利白家总是收拾他的床 每次吃晚饭 他总是洗自己用的盘子 每天下午 他也帮妈妈准备晚餐 他所做的行为不是爸爸妈妈让他做的 而是他想要做的 当他做作业的时候 他不会做的作业 妈妈一直会帮他做 那是因为利白家跟妈妈的榜样来学习 他对自己承诺 如果每个人需要他的帮忙 他都会给他们帮助的 在圣经里 撞设计第十四章 有一个少女叫利白家 有一天下午 他去水泉打水 在那儿 他见一个人在路上走 求他水喝 利白家立刻给他水喝 还给他的骆驼水喝 利白家请那个人来他的家休息休息 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能够看到 两个人叫利白家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而活 但是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性格 就是总是想给帮助的人来帮忙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 也应该这样做 当我们有一颗诚心给需要帮助的人帮忙时 那是一种上帝想要的侧奉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行善 我们也应该有一颗真诚的心来做 就这样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 阿们 我们来低头祷告 主耶稣 感谢你 通过利白家 我们要学会有一课 喜欢帮助别人的心 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 谢谢主耶稣 封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的 同学们 我们到此为止 下次见